诗篇第111篇 他行了歧视 使人纪念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向百姓显出大人的作为 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他守所行的是诚实公平 他的训辞都是确实的 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是按诚实正职设立的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的名甚而可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诗篇第112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甚喜爱他命令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 正职人的后代必要蒙福 他家中有货物 有钱财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正职人在黑暗中 有光向他发现 他有恩惠 有怜悯 有公义 施恩与人 借贷与人的 这人事情顺利 他被审判的时候 要庶明自己的冤 他永不动摇 一人被纪念 直到永远 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 他心坚定 依靠耶和华 他心确定 总不惧怕 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他的脚臂被高举 大有荣耀 恶人看见便老恨 必咬牙而消化 恶人的心愿 要归灭绝 诗篇 第113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 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赞美的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谁像耶和华 我们的神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 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他从灰尘里 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 安居家中 为多子的乐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4篇 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 那时 由大为主的圣所 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 沧海看见就奔逃 约旦河也倒流 大山踊跃如公羊 小山跳舞如羊羔 沧海啊 你为何奔逃 约旦啊 你为何倒流 大山啊 你为何踊跃如公羊 小山啊 你为何跳舞如羊羔 大地啊 你因见主的面 就是雅各神的面 便要震动 他叫磐石 变为水池 叫尖石 变为泉源 诗篇 第115篇 耶和华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为何容外邦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啊 你要依靠 耶和华 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 亚伦家 你们要依靠 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 和你们的盾牌 你们敬畏 耶和华的 要依靠 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 和你们的盾牌 耶和华 向来眷恋我们 他还要赐福给我们 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 赐福给亚伦的家 凡敬畏耶和华的 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给他 愿耶和华 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日渐加征 你们蒙了照天地之耶和华的福 天是耶和华的天 地他却给了世人 使人不能赞美耶和华 吓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 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 从今时直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真言第二十三章 你若与官长作息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 你若是贪食的 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 不可贪恋他的美食 因为是哄人的食物 不要劳碌求父 修掌自己的聪明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引钱财必长翅膀 如鹰向天飞去 不要吃恶眼人的饭 也不要贪他的美味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 他的心却与你相悖 你所吃的那点食物 必吐出来 你所说的甘美言语 也必落空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 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 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 你要留心领受训惠 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 不可不管教孩童 你用仗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你要用仗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 免下淫间 我儿 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你心中不要极度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志中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我儿 你当听 当存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好饮酒的 好吃肉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 避至贫穷 好睡觉的 避穿破烂衣服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你当买真理 就是智慧 训惠和聪明 也都不可卖 一人的父亲 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我儿 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 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既女是深坑 外女是宅景 她埋伏好像强盗 她是人中多有奸诈的 谁有祸患 谁有忧愁 谁有争斗 谁有哀叹 谁无故受伤 谁眼目红翅 就是那榴莲饮酒 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酒发红 在杯中闪烁 你不可观看 虽然下咽舒畅 终究是咬你如蛇 刺你如毒蛇 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 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 你必像躺在海中 或像卧在围杆上 你必说 人打我 我却未受伤 人鞭打我 我竟不觉得 我几时清醒 我仍去寻酒 我却未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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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鞭打我 我却未受伤